欸 給你們看我剛剛回家發現了什麼 登登 你們看我的球蟒生蛋啦 一般來說球蟒生完蛋之後不但會孵蛋 而且會有護蛋的行為 欸 不過你孵蛋也孵得太凌亂了吧 旁邊這顆直接被你排擠耶 再說回來他們的護蛋的行為 大部分球蟒在孵蛋的期間 只要感受有東西靠近它就會攻擊 所以這時候用蛇溝來操作就會比較安全 但我的蛇溝還在路上 所以只能冒險先用手套來試試看了 欸 你怎麼這麼淡定 先說啊 我家這個球蟒算是特例耶 你們自己操作的時候還是要做好保護措施喔 接下來就是洗澡的部分啦 看到這個畫面好奇的小明可能就會問了 為什麼還要用沐浴乳幫他洗澡啊 會不會太費工 這就要說到球蟒一個很好笑的特點啦 我們只要用沐浴乳幫他洗掉生產後的味道 他就會忘記他有生過蛋這件事 也就不會這麼焦慮啦 最後洗完澡環境也整理完了 那接下來就讓他好好靜養囉